女生都是非常多想的生物 经常会问男生各种奇葩问题 比如 我又不漂亮 你喜欢我什么 其实很多男生都想不通 女孩子是怎么想出这些问题的 答案显而易见 我喜欢你真实有趣的灵 问其实这些都是女孩子测试男生用的套路 还有很多其他的废物测试 用这些来试探你是否值得自己去喜欢 符不符合自己的标准 就像如果你身边有很多女人 你也得一个一个筛选 看最后适合你的是哪一个一个意思 大部分男生看这个更多的是搞笑 但是侧面也说明了女生 其实真的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套路去测试你 如果你回答不好 你就完了这张图里面狠 多兄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一种劳动测试 他希望你一直这样去顺从他 各种各样的去刁难你 让你去为他掏钱 出力 完全就是情绪上和生活上的垃圾 同我们的应对办法是 也同样的让他去帮你做事情 如果他要你掏钱 那么你就要求让他出力 不然我掏钱给你干什么 成为你的免费劳动力 在他眼里就是废物 本本不可能成为他男朋友 这个也是一样的 不少的物质 就是女喜欢以前 来判断男生的优质性 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是围绕着金钱 这样的女生其实也是在测试你 如果你不聪明 再有钱也只会被他套路光 而手都牵不到他一下聊 妹其实真的跟钱没有关系 有钱的男生砸了很多钱在女生身上 但是女生依旧不爱他 牵个手亲个吻都要被拒绝 让你给他表白行 不少的女孩子不愿意去付出 也不愿意主动 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他一直都是被动的 各种引导你去向他表白 比如上面的 看你照片 说你矮 其实都想让你去追着他跑应对的办法 在没有确定女生被你吸引之前 不要做任何轻举妄动的事情 不然都是在吊自己的架 必须要等价值才能和他相处打压型的 这种事直接去打压你 让你感觉到自卑 其实也是一种废物测试 之前我也碰到过 女生说我的头像很生硬 还说我的聊天套路太老了 各种理由来让你跪舔他 最后我不搭理他 他就自己乖乖的投降了应对办法 不要去相信女生对你说的话 多数是假的 必须要自信 他的目的无非就是让你自卑 好各种让你沉浮在他的 框架里面寻求安慰性 女生有的时候会故意跟你说他胖了瘦了 其实都是想从你嘴里得到点安慰和鼓励 其实考验的就是男生的情商问题 应对问题 他说什么都应着他 他说他胖了 你就说你还是我的胖仙女 即使不是情侣也可以说 他说他瘦了 你就说确实 比以前更瘦更好看了 反正你说什么我都爱你 追女生要学会让他开心 所以追女生中懂得聊天时非常重要的 怎么让自己的聊天变得有趣 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以前以为对女人好就能找到爱情 在遇到自己喜欢的女生 之后就用心的对他好 一些自己都舍不得买的 奢侈品都会毫不犹豫的给他买 最后他去跟一个从没给 他买过东西对他也不好的男人走了 那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晚了下来 直到我看了 炮心徐飞的文章后才知道 原来追女生是那么简单的 更让我不能相信的事情 仅通过聊天还能让女生主动约你 要是早点知道这个东西就好了 自己就不会傻傻的去讨好女人 不过想要看的兄弟可以 去网上搜炮心徐飞 就可以看到他写的文章 要是他写的文章 就若不做了 他写的文章 就是因为她的文章 可是就不能说 这个东西就有一点 现在已经就插在这里